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三財漫談 我是張濟慧 所為您邀請到的是 藝學名師何國棟和老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還有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何國棟 在這裡可以請你來 請你問我好 是 那今天又到了我們是姓名學的一個call in 那我們在前面單元陸陸續續介紹過 不管這姓名學的一種結構 甚至於說姓名學跟我們命運的一種關係 老師介紹的非常多 那話又說到了這個 我們總是講說 八義名條句生法不如 這種情節之下 我們用姓名來做一個調整的話 那我們還是要再請教老師 到底我們用姓名跟先天的命 做這樣的調整 到底有沒有效啊 好的 事實上啊 這個我們從姓名裡面來調整啊 是絕對有效 但是我並沒有說鼓勵人家 不管你名字好或是不好 我們都要從姓名裡面來調整的 我比較不喜歡 為什麼呢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毅力 可以用你的行為 用你自己來掌握你自己 所以它不是用這個名字裡面來掌握 那事實上啊 我之前一直講啊 這個我們的姓名學啊 就是我們的生死部 這個生死呢 並不是掌握在閻羅王手上 我們常常講說啊 修令閻金斷 至問啊 復何如 不要說啊 要讓閻君啊 斷了他的閻王令 而是問你自己本身應該怎麼做 你看我肉眾生肉 行輸禮不輸 你看我吃眾生的肉 就好像呢 我當閻羅王 今天啊是要過節啦 久久重陽剛過 馬上就是要準備啊 過這個聖誕節 那麼聖誕節啊 大家就回來 一家人就打壓計 那父母親啊 養的這個雞啊 鴨啊 哪一隻比較肥 時間還沒有到 他就先去清點教兵 你看哪一個啊 哪一隻比較 可以這個上週的 那麼就開始點了 所以像這種情形 他們在過 我們在過節日 他們在過節數 所以這是誰來當閻羅王 就是你啊 你就是閻羅王啊 你是比他們好像高一等的 這個動物 你變成是他的閻羅王 事實上不是欸 他跟你一樣欸 他也是 在來這個人世間裡面 來我們作伴的 就像我們這個聖經裡面 他也有這樣一個節嘛 他說啊 太初有道 在太初的時候啊 那麼這個上帝啊 把人創造以後 他把讓了這個雞啊 乙狗啊 那麼這些動物 來是來跟人類作伴的 沒想到後來啊 人類啊 這個為了貪圖口遇 把這些同伴啊 都把他野幹了 吃掉了 當回料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 把自己當成閻羅王 握有他們的 身杀瑜伽之前 其實我們應該啊 掌握自己的 身杀瑜伽之前 那才是對的 當然我們從姓名裡面 他就前世聊 這樣的一個生死部 之前啊我一直探討啊 我們有很多密碼 密碼 為什麼叫密碼呢 像佛經裡面 有佛經的密碼 他就是前世聊 佛經裡面啊 有不可告人的天機 那麼讓一般啊 從後面的學者 看了佛經以後 就可以了解啊 你找到什麼樣的途徑 來做你啊 這個生涯的規劃 那麼聖經呢 他也是一個 他有他的密碼 那麼聖經的密碼裡面啊 他告訴人啊 你怎麼走 才能夠啊 真正的了悟啊 這個平凡的世道 那麼道了天堂啊 他的途徑是怎麼走 甚至他們也常常 以天堂地義呢 來作為一個人的抉擇 往抗壮的大道 眾人走的路 是往地義的路 那相反的呢 是宰橋 它是天堂 往宰橋走 就是往天堂走的意思 那麼從天堂地義裡面的前世 他從文字當中 他也是文以宰道 講了很多啊 令人不解的失誤 如果說您是基督徒 那麼你看看聖經裡面 他講說啊 有一次饥荒 那麼耶穌基督帶著門徒啊 去解救這個饥荒 他應用兩條魚五個餅 結果他把饥荒的人啊 全部治好了 連他的門徒也都得到了 這個安頓了 結果呢 那兩條魚啊 那五個餅呢 都還在 那試想 那兩條魚跟五個餅 它是不是無形的呢 它又是什麼呢 它也就是我們講的 陰陽五形嘛 兩魚就是兩魚 就是陰陽兩條魚嘛 那五形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嘛 所以我們一般人看了這些東西以後 他弄不懂 我曾經在這個生命學裡面啊 生命學來做演講的時候 有一位神父 他本身啊 這個根氣非常的好 他聽到這個以後 欸這覺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他每次都要請我去 他們後來修飾跟他警告 如果說你這樣繼續聽下去的時候呢 你搞不好會放棄你這個生子 事實上啊 這個生子是既得的利益 你甚至啊不了解說 你真正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有大智慧 我們要能夠有解碼 所以生死部呢 不是在閻落王的所上 是在我們自己所上 我把性命學呢 當成生死部 它有絕對的道理 你可以從性命 就可以斷定一個人的吉凶禍福 你哪一年會產生什麼事情 你哪一年會有什麼樣的遭遇 你什麼時候會結婚 結婚以後你的老婆會怎麼樣 甚至啊你有什麼樣的朋友 你會交到什麼樣的朋友 會經常換小人啊 還是你會有貴人啊 經常扶持 受到了這樣一個提拔以後 那麼你就可以啊 平步輕盈 順遂你的生平之所至 那麼你甚至啊 你的事業會做什麼樣的工作 哪一年你可以衝 哪一年你不可以衝 什麼時候你會升官 什麼時候你會發財 甚至哪一年啊 你投資的時候就會泡湯 把你的所有原來的積蓄啊 就是一然無意的 把完全的給耗掉 那這是為什麼呢 就從我們的生死部裡面啊 可以體會 我們講到生死部的目的 並不是要我們所有觀眾啊 還有我們的同道啊 我們對這個性命學有興趣的人啊 來迷信生死部 不是 而是讓你啊 可以讓自己來篡改生死部 讓你自己來掌握 你本身的生死部 命既定是沒有錯的 我們常常不是說嗎 環世啊都有定數嘛 事既定啊 則無後 你如果定下來以後 就沒有任何疑後啦 可是生死部裡面 它是定的沒有錯 可是它留有很大的空間 讓你自己啊 來這個改正 我們講一分的天才 九十九分的努力 那一分的天才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上天所安排您的智慧 你在前身世裡面所留下的一切 所以我們有聖賢才智 平庸於列嘛 為什麼這個人出生呢 智慧就特別好 能過目不忘 為什麼這個人呢 他有特別的這個潛在的神通 讓一般人啊 所不能了解 他一下子就能了解 他為什麼有特別的悟性 能夠拍馬過關 他不必讀書 居然呢 能夠了解啊 書中的真正意識 他沒有經過聊這麼長眼的努力 他比誰都比強 那甚至有人呢 他是比別人啊 還要努力 比別人比較怕 可是呢 他卻比別人比較怕 像牛一樣 他只有耕耘 然後沒有收穫 他只能夠去花苦力 來做辛苦的工作 可是呢 他只有吃草的事而已 因此呢 這個就是富貴貧賤啊 夭壽窮通 都有讓人家呢 很難去接受的事實 我們常常說啊 這個人比人啊 是氣死人 只要你用比較的角度裡面 去衡量一個人生的上下起伏的話 你會是氣死 那會很偶的 可是 生死部裡面 他是這樣講呢 為德是福啊 上天無私 他只有你是 有道德的人 這個讓你啊 來受到輔助 所以我們講 上天無私 為德是福 禍福無門 為人啊 這個製造 這個禍福啊 是沒有門的 為人啊 自己來造理 造到禍 造到福 完全看你自己 所以 這個生死部啊 意義非常的大 如果你懂得這樣的一個意義 那麼你可以積極的去 這個整理 所以我們就是 地府來抽丁 能夠從地府抽丁 讓你可以在 這個所謂的天上果位 人間定 什麼叫天上果位啊 我們把天上的果位 也跟人類啊 這個果類是一樣的 它有九品 九品年代就是有上上啊 有中上啊 有下上 有中上啊 有這個中 有中中 有中下 有下中 下上 有中上 小上 下上 下中 然後有下下 這個九品 這個九品的風格啊 完全是您自己做的 你今天 西勝西賢 自在眼前 你要呈現做佛 那也是啊 完全自己啊 可以規劃 自己可以按照 你要做一個平凡人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啊 這個在佛經裡面啊 講到六道輪迴 你是天道 也就是說 你都做很好的事嘛 你可以啊 這個道成天上 名流人間 啊 你是走人道 那麼你人道的這個範圍 就是你做好人嘛 下一輩子你還是做人 那你如果是 啊 往後 是要走這個畜生道 那麼你是惡鬼道 你是畜生道 或是你是第一道 這個你只要倒行逆施 也背對著啊 上天 也就是背道而馳的話 那麼你很快啊 就可以按照你所意願的 去找尋到你所要的途徑 所以這些事物啊 都完全在自己手上 完全是在自己啊 可以規劃 因此啊 每一個人 能夠看清楚自己的名字 那麼你做一個 世界的規劃 那麼應該啊 就可以從始而後 地府 把你這個 閻羅王的這個 生死部裡面出名 那麼你的編輯在哪裡咧 就在天道啊 天道裡面就是 成仙做佛啊 或者成聖啊 做賢啊 我們有三千六百聖 有四萬八千賢 這個三六四八啊 這個以盤旗 只要你能夠體會以後 有沒有相信啊 對你的生涯規劃 那是不錯的 所以名字裡面 重要嗎 當然重要 你未了您的名字 讓它響亮 讓它度金度銀 那麼當然 這是你要從你的行為裡面去貫徹 那麼這個叫做生死部 所以生死部說來啊 是很簡單 但是做起來呢 是要有點困難 所以有很多觀眾 啊我這個名字不好 是不是要改名字 我當然跟他講 大丈夫啊 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不是用改名字 用文字裡面來改 那麼你的心性就能夠提升 你就能夠啊 可以富大富大貴啦 你就可以啊 這個索抄勝卷 這樣的話 就太迷信了 而且呢 不負責任 天下人 那我把他改了以後 他們的一切 這個貧賤就拋棄啦 他們轉身做富貴 這個富貴誰給他 是我給他 那請問 我有多少富貴啊 可以分散給所有人呢 不 絕對不是這樣子 相反的 你要真正的自己富貴 要讓你去經營 讓你自己去營造 那麼我告訴你一條路 你自己去走 所以呢 知智可使英雄出迷津 片以化解紅顏無薄命 知智就是一個字 就能夠讓英雄啊 不會有迷途啦 那片以就是兩個字 可以化解紅顏 你是紅顏薄命嘛 但是化解了薄命的紅顏 就是用個片以而已 但是在片以當中 你一定得聽我的 因為這個名字是我改造 這個命是我來改造 但是你要不聽我的 你恐怕就很難 但是聽我的 並不是叫我 叫你去做什麼 我不能做 始作俑者 相反的 你是一定要行功利得 從心而後改造你 那麼就是惡作心人啦 惡作心人的意思 就是果日心 日日心 又日心 來有一個新的一個大格局 你果然就是惡作心人 是心民利得的人 謝謝 好我們謝謝老師的講解 是的老師呢 說到這個生死呢 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不是在閻君的手上 那當然呢 命運也是掌握在 我們自己的規劃當中 你要富貴啊 你要貧窮呢 完全由你自己心 由你自己來做起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生 性命學講 這個開始的那個生死步呢 先為觀眾朋友進行到這 我們在廣告過後 再為您進行的是 性命學現場可以 既然是